你怎么才回来啊 你怎么才回来啊 你去哪儿了 霓裳来找你 刚走呢 舅妈 你看我裙子别贴了 气死我了 我刚从王爷外家出来 就碰见一个卖酱料的小贩 明明是他自己狡猾 把酱料打翻了 还非得说是我搬的他一家 还让我赔钱 还没让他赔我裙子呢 非等到循洁的牙医来了 自己却转身就跑了 买到我了 弄了这么久 霓裳可有说什么事吗 要不我去追他吧 不用 不用 不 他都已经跑远了 他说他还有事呢 我去洗洗吧 那行吧 我去洗洗了 袁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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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 袁文秀 你走不了 你的王爷还在王府里 这一次啊 不可能再有人来救你了 你 你给我放手 放 我劝你 乖乖地跟我走 否则 免不了要受一些皮肉之苦 抓住他 抓住 快 快 快 扯家伙 给我追 追他 别跑 别跑 快走 那边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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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我 你快走吧 我不会丢下你们的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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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 别跑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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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子替你办事吧 反倒平白无故地受罪 小爷 我这次 也坐一会梁上君子 先回去把你家里掏个空 走之前呢 我也要赚够本 就算被你发现了 也好好吓你一跳 从哪儿下手呢 大人 大人 看来今日是有惊无血 那下官 就先回府上去了 有劳高大人 辛 袁大人 那霓裳掉落山崖不知所踪 诺王派出为府的人 已经撤回 但不知为何 高府外还有人定烧 霓裳这样 欧阳子云应该并不知情 高府外的暗烧 方墨 在 拦住高雄 把他带回原府 不要让他起义心 诺 回府 诺 高大人 袁大人在大厅等你 你 你 跟我扑住的 袁大人 无妨 刚才探子来报 高府周围都是一些暗兵 你先在我这里抖抖风头 晚些再回去 多亏袁大人心思缜密 战德先机 不然我们 就找了欧阳子予的道了 那霓裳确实是 欧阳子予的软肋 此事值得你我庆祝一番 袁大人所言即逝 这如今香草堂的女人一死 欧阳子予的背后无人接应 到时候 我们就要好好料理料理这位 洛王殿下 大人放心 宫市局那本司长 下官已经烧毁 现在就算是有神仙的证 也拿我们一点办法没有 你府上的密室也要处理好 不能留下任何毛病 这还用大人提醒吗 下官早已派人把他处理了 一点痕迹都露不出来 此事已了 高大人 功不可摸 多谢袁大人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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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等我们出到欧阳子予 这宫市局又是袁大人一人的天下了 多谢袁大人 说得好啊 高大人 也差不多该上路了 上路了 去哪儿哪儿 只有死人的嘴 是最严 阿牧 阿牧 喂 我 过来 你 大人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高权的马车和车夫 一同被我处理了 下去吧 就好了 少爷 您已经一天一宿没合眼了 要不您休息会儿 不用你管我 别在这里剁嘴 先下去吧 先下去吧 少爷 您已经一天一宿没合眼了 少爷 少爷 不好了 那高玄 高玄他死了 你说什么 我前日里分明见过他的 是啊 少爷 就是今儿早上的事 高玄在护城河边 被人给捞了起来 武座已经验过尸了 说是溺水身亡 是自杀 这不可能 那坦坦无厌的老皮肤 恨不得活到百岁 他一定是被人害了 被人害了 少爷 您说得有道理啊 这老皮肤这些年横行霸道 作恶多端 得罪了不少人 或许有人一时起义也未可知 不 不 这件事情绝非那么简单 我儿竖死的蹊跷 高玄有溺水身亡 这其中一定有缘故 别动 别动 这是什么 给本王搜 有任何疑点 都绝对不能放过 府中之人统统关押 一一审问 是 你们几个 跟我走 你们两个 那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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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告王爷 府中前院已经搜查干净 是在高玄的书房暗戈里 发现了几件贡品的玉器和瓷器 可有刑术账本一类 回王爷 被我们发现的 禀告王爷 密道入口被埋 我们正在挖你 纵然填埋 只要曾经有过密道 就必然能找出痕迹 诺 禀告王爷 密道已经挖通了 好 王爷 恐怕我们就来晚了 死你 本公主听闻原大人要辞官 可有此事啊 确有此事 下官已经向天家请辞 只待下月考课之后 便会有人来交接 早应向公主殿下来辞行 但近日所事繁杂 还望公主殿下海寒 本公主只是觉得 此时正是袁大人效力之时 现在此官岂不可惜了 公主殿下谬赞了 只是近日来变故颇多 下官也是甚为感怀 更觉得自己是分外浅薄 只待此官游历之后 能有所敬意 再为朝廷效力吧 袁大人 这便是谦虚了吧 您主持公事局多年 诸多事务 怕是都离不开您吧 就说此次通商 还有一件未了之事 要劳烦袁大人 洛王殿下言重了 香草堂霓裳失踪多日 这么多日子过去了 只怕是 不幸身故也未可知 竞标大会也已暂停 其余的事务 下官也悉数移交给了洛王您 和小侯爷 不知洛王殿下还有何事 香草堂老板霓裳 只是下落不明 袁大人却说已亡故 还言之过早吧 兰昭在大宁收购的货物 还未及其 本王昨日 与公主核对了一下订单 其中制造和香料的货物 还缺了大半 这批货品 本就是袁大人在操办的 本王也不甚清楚啊 是啊 如今离袁大人离职 还有粤鱼 难道袁大人 是要推卸责任不成 还请洛王殿下和小侯爷息怒 此事是本官施主 下官在离京之前定会办好 也请公主殿下放心 下官定会按时交付 还请袁大人尽快够齐 这清单上的货物 是要给我兰昭王室的 缺一不可 月底之时教育会我兰昭 还请袁大人将所有货物 送往清柳阁 我自会派人查验 下官遵命 不过这采购清单上 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去问 不知在兰昭使团里 是否还是和那位 无一大人交接 还不都是因为 无一他 已经回到他的家人身边了 今后就由本王和锦西小狐爷 负责交接几个 既然如此 下官还有公务在身 先行告退 公主殿下 共商之争暂且休止 隐香草堂老板霓裳 坠崖身亡 笔事暂停 待朝廷与我兰昭使团商议之后 再做打算 是什么 不知 这事 这事 多有点 这事 不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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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往日嘱咐情谊收留娣儿 娣儿愿为小姐做牛做马 在所不惜 算你走运 如今我身边正缺一个得用的人 但你若再敢有二姓 我定让你生不如死 谢小姐 娣儿从此以后 只服侍小姐一人 绝无二姓 大少爷 少爷 少爷 您 您这是怎么了 无碍 只是从酒馆出来 碰到两个贼人罢了 什么 岂有此理 这光天化日的 还有没有王法了 少爷 小人现在就去报官 我又没什么大事 何必行动官府 好歹你先下去吧 我有事和小管家商量 是 少爷 少爷 您有何吩咐 少爷 少爷 您有何吩咐 小管家 您在苏家也十多年了 这些年 着实辛苦您了 尤其是这些人子 府中上上下下的事情 还多劳您费心了 少爷言重了 这些都是小人的分内之事 文宇当下还有两件要紧的事情 还想请您报告 少爷请教 如今苏家也不负荡人 城中几天铺子也静云艰难 往日同行屡屡上门排挤 府中下人也人心涣散 小管家 您且将那几间 积押获物 误不复出的铺子 关掉吧 找机会出手转牌 折承献严 再将外申器 返还被府中下人 让他们自行决定去留 少爷 您这 这是干什么呀 是啊 苏家现在是大不如从前 可是小人相信 只要少爷您有信心 咱们苏家总会洞山在一起 少管家您放心 此事我自有安排 苏家 绝对不会断在我苏文人手中 你也会想要去哪里 宗家 你也会想要去哪里 你也会想要去哪里 你还想要去哪里 你也会想要去哪里 你也会想要去哪里 大人回来了 大人交代的事情 我已经尽力办妥 只待余下的三间铺子 你成功出队 便可凑齐银两 不错 这份单子上的东西 你去采买 月底之前必须集齐 这几种贵重绸缎 虽不易得 但仍有处可寻 但这三种香药 是特别调制 确实有价无事 一种是宁香国特有 可拙人去买 但是余下两种 都在香草堂 香草堂现在已无主任 恐怕 人死了 人死了 东西会流下 我听说香草堂的独门香料 京城无第二人可知 你且去拿来先查验一份 本官也想知道其中官僑 大人的意思文秀明白 可这香草堂余下的众人 和文秀有一些纠葛 若是我出面的话 他们必不会给 恐怕 还会闹出别的乱子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来来来 小心点 小心点 慢点放 慢点啊 少爷 店里的火箭 已经尽数遣散 工钱都已经结清了 掌柜呢 年纪也大了 不愿意在操心营上 就回乡养老了 小管家 您辛苦了 您放心 只要苏家有我苏文宇在 终究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小人相信少爷 可如今 苏家确实亏空太大 已经没有多少现银了 工匠们又纷纷出走 店里出不来新货 主护们也就不愿再来了 少爷 小人斗胆一眼 那霓裳姑娘生前 与少爷您交好 如今香草堂无主 但货品和生育仍在 少爷您不妨趁机低价收购过来 小管家 我怎能如此 少爷 小人明白您的心情 可现如今咱们苏家 已经到了如此境地 您不妨好好考虑一下 此事不要再提了 我苏文宇虽无大脑 但也绝不是落井下石的小人 至少爷有朕 好啊 我倒不知你苏文宇 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偏不让你处死 你说这件事 让苏文宇去办 这个人倒是有点意思 我听说他在苏公明死了以后 倒是做了些事情 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苏家大事已去 他一个顽固少爷 能成什么大事 不过苏文宇和霓裳交好 苏家又与香草堂颇有渊源 此事由他去办 并会让大人同意 大人 苏公子来了 袁大人 有些时日没来拜访 还望大人多多包涵 不知大人 今日照文宇前来是为何事啊 你们苏家对宫市局贡献颇多 你二叔和本官又是多年舅舅 今日叫公子前来 是看苏家近况堪忧 念多年情义想问一下公子 可需要本官出手相助啊 要求有个大人 比如说 去看苏家 谁叫公子 哪一带 我一带可以 你 也要不要 赢他 他 你如果行了 才行 苏少爷往日饮酒作乐之事 可曾想过会有今日啊 不得无礼 苏公子 袁老板所愿 也是有一丝丝的道理 苏家现在的情况 就算是本官想出舍相助人 也是无从下手啊 是 袁大人 文宇今日不求苏家能重回商户之手 只求大人提携 让如我苏家之人都能付出代价 让苏家在京城能留有一席之地 苏公子亲戚 既然公子有此心智 本官必然会出手相助 刚好本官眼前有一件烦心事 需要一个得用之人 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能为大人分忧是文宇之幸 不知大人要文宇做何事 这件事情对于苏公子来说 简单 只需要苏公子去香草堂 取出他们的独门香料就是 看来这件事情对苏公子来说 倒是难办得好 苏公子刚刚的志祺 都是假的不成 当然不是 袁大人 文宇这边前去 定将此事办成 大人 这苏文宇冒险前来 大人当真信得过他 大人当真信得过他 信不信得过 一事便知 尤其他温补 放在内疙瘩 文宇冒险前去 我都能换 特别龙 Saint ホ 他们要含兴 郎乩 我拍摄了 要是霓裳还在的话 肯定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傅文宇 你这儿要干吗呀 奉公侍局袁大人之命 取香草堂 秘制独门香料 作为国礼 还请两位素素交出 免得大家伤了何气 袁大人 你也成了袁道成的走狗了是吗 抢香料 你也配 你放开他 扎手 扎手 别跑他 别动 我劝你们想清楚 我这可是为公侍局办事 这香草堂已经不同往日了 你们若是不存 就别怪我翻脸无情 小晨 放电话呀 放电话呀 你 你跟这儿就无法无厌了 给我搜 小晨堂 你 你 别动 我们的 别动 没错 没错 正是这个 今天这些放过你们 我们走 苏海远 你就是个多何 不想让好心的家业 只想让四手钻摇 苏家有你 才是真正的家门不幸 你们苏家 迟早会钻住在你的手里 快找 正爹 正爹 给我打 谁敢在我看 正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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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正爹 这香草堂 岂是你能胡闹的地方 苏王殿下 小民倒是忘了 这香草堂 还有洛王殿就都靠山了 那小民斗胆问一句 霓裳出事的时候 王爷您又在哪儿呢 放肆 还敢无力 昨日香草堂一事 你觉得苏文宇做得如何 文秀觉得 苏文宇虽然鲁莽奴钝 但在这个时候 倒是个可用之人 之后的许多事情 若是由苏家做掩盖 也会方便许多 大人 苏公子带到 袁大人 这是您让我去寻的东西 香草堂的独门香料 尽数在此 苏公子果真是可造之才 我听闻洛王也去了香草堂 公子可还顺利 那洛王自是要护着香草堂的 不过筹备国礼乃国之大事 那洛王也阻止不得 这件事你办得不错 你既然这么有心 本官身边也缺一个在外行事的得力者 文秀 诺 大人 此次采办还差丝绸一项 种类繁杂 你且去操办 具体的 文秀会告诉你怎么做 二位 不要让本官失望啊 诺 大人 阿牧 阿牧 在 此事绝不能出半点皮 盯着头发 诺 赶紧公子临会 在下 吴依 你是梵京人是 我 只是小时候 在梵京住过几年而已 来 欣悦 我还说 要带她去看看兰昭的风景 可是她又怎么离开 她才刚刚找到她的亲人